上次淘寶春莊第二回合 其实除了介绍三之外 我还介绍了三个 我觉得最近淘导都挺满意的袋 想跟大家分享的 不过那条影片太长了 所以我就决定另外再剪辑 这条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有兴趣 我今次在淘导买了什么袋的话 那就要继续看下去啦 除了衣服之外 我今次还想介绍三个袋子给大家 其实淘导买的袋子 质素现在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它会让我每天都会想援那个袋子 它不是一个有牌子的袋子 但反而我会想援淘导的袋子 多过有牌子的袋子 现在就介绍给大家看啦 第一个想说就是我之前三月最爱 是不是三月 三月最爱 有提过的这个 匹匹搞纸袋子 这个我真的非常喜欢 非常推介 但是它是28.9 29.8 总之都是这个价钱的 超喜欢 如果你没看过三月最爱的那条影片 我现在给你看多一次 这个袋子是一些痕跡的质地 然后这个金色的帕帕扣 然后配那条肩帕是一个金链 它背了上身之后 就是在这个屁股位 然后它也会有个形 如果你现在觉得这个形怪怪的 是因为我里面什么都没有放 所以呢 它就不够质 它就好像凹了上去 那样 应该是我放得不好的袋子 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 它就会占卜卜卜卜 整个圆导 很可爱 然后第二个袋子 就是这个 这个袋子也是非常喜欢 还有整天整天背的 基本上如果背了的话 那周我都不会换袋子 它有扣 这里会有个金色圈圈 吊着金色的圆形 然后这里有个打结的房屁 然后它是磁石扣 一打开 就是这一款扣 里面的容量都可以大 而且这里有一格 而且这里后面都会有一格小 就可以容易放一些很容易摔 或者很难找的东西都会放到 它附送的一条绳子 就是一条黑色的皮绳子 但是其实我平时是会换的 我会换回刚才的匹匹袋 那个金属链 我会把这个金属链 换到这个袋子 我觉得是背上去比较漂亮 我自己不是太喜欢皮的一条背带 当然如果你是喜欢皮背带的话 那条也很OK的 而这个袋子背出来的长度和刚才是差不多的 都是去到屁股的位置左右 然后它比刚才的袋子多了一份成熟 大角的感觉 但是你背上去都不会过分成熟的 这个袋子我也是很喜欢 整天都背的 然后就到今天想分享的最后一件事了 就是这个米白色的袋子 这个袋子就是今天这三个袋子里面 我比较没那么喜欢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它也很漂亮 我没那么喜欢的原因 是因为它闻下去有那股臭胶皮味 其实袋子也买了好几个星期 那股臭胶皮味也是力久不须 依然都是酝酿了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摆筆 但其实袋子本身是挺漂亮的 首先它的链子就是我喜欢的 金属链 然后上面是一个皮 所以它不算很单调 然后这个袋子本身也是磁石扣 里面的容量也是非常非常大 它分了两边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暗格 是可以拉拉链的 就可以放一些贵重的物品 它这个的房皮是非常柔软的 这个袋子它背了出来 就比刚才好像高一点的 不知道觉不觉呢 你们看下去 我自己就比较喜欢 可能是側背 这样背 多个cross body 这样背的这个袋子 我就觉得这样背 側背的时候 这个袋子会漂亮一点 对 就个人喜好 这件事 但是呢 外于这个臭胶味 我就比较少用这个袋子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like 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个星期都会上传两条新片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